以前是大家没有票 所以我们可以不理大号的达外郎 那现在我们要请大家会试一票 这是不小心口误 还是把真心话说出口 选举倒数百日 中全会公告了年底九合一大选 会有1930万选举人 还会搭比有76万名首投足 Now News近日新闻举办跨世代论坛 邀请朝野明代以及政治新秀同场 讨论青年参政议题 蓝绿抢公年轻选票不留余力 愿意给年轻朋友机会 接受政党的推荐 不管是投入选举 或是放入不分区名单里面 让年轻朋友有机会代表民众 在议会在国会来发生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让民进党独持年轻选票 邀案抛出蓝营会给年轻人机会的保证 日运也紧抓大票仓 喊出重视青年主流 有没有把青年主流放到里面来 有没有把这个18的公民权 这样的一个投票意识再三的宣导 若大家真的是玩真的 那他应该会过了 年轻选票成为年底选战取得胜利的关键 蓝绿不放国一丝机会争取青年支持度 只不过各党真有方法抓住年轻人口味吗 国民党不要误以为说 这个年轻人可能很多是中间选民 所以你就要用有一个 比较这种无畏而至的路线 然后觉得说提出一些 这个小清新的政策 年轻人就会买单 比民进党更了解 而不是去听民进党说 18岁年轻人喜欢什么 是你自己本身的了解 那我所感受到的是说 年轻人他其实就是很冲的嘛 所以他喜欢的其实也是很冲的 很直白的很坦率的 把问题讲清楚的有论述的 你的重点要摆在年轻人会关心的议题 那他关心这个 他需要你替他冲 你就替他冲锋 希望可以利用政策来感动年轻人 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看的 已经不是说一位候选人的形象 他的看板有几面等等 而主要还是说 是不是可以提出 对于城市发展的一个愿景 是不是可以提出实在 而且具有这个执行力的一些 优扬的一些政策 2016以及2020两次大选 民进党靠着年轻族群胜选 国民党秀出危机感 市议员喊话说要关心主流议题 替青年冲刺 也担忧民进党在选举前 遇到青年问题时忽视 选举时又将青年当成选票提款级 介于江浩的嘉宇特洛道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抢好康哦